股庙致富可以不憑运气 只要用对方法跟对人 机会只给准备好的人 您准备好了吗 就让股市战将带领我们积极稳健的累积财富 欢迎收听股市战将 华星投顾林和彦总顾问主导 101年金管投顾新字帝026号 欢迎收听news9898新闻台 持续锁定的是我们的股市战将 我是桂花 赶快来邀请主讲分析师 华星投顾的林和彦总顾问 和彦老师您好 桂花午安 大家好我是林和彦 今天的台北股市是开高走低 最终是小涨了45点 指数收在22164 成交量是3993亿 请教一下和彦老师 怎么观察一下今天的大盘 好惨哦 指数虽然涨 可是今天个股跌翻掉了 今天个股跌翻掉了 你看今天26家跌停板 上市贵 指数还涨 竟然有26家跌停 跌5%以上的169家 跌3%以上的高达447家 你们是在怕什么啦 对 今天大盘开盘就涨了 352点 都开那么高啊 竟然还硬生生被压低下来 一度剩下小涨8点 收盘涨45点 投资人如同金工之鸟 你看上礼拜一 上礼拜一台股跌612点 要记得吗 上礼拜大跌612点 礼拜二开高362点之后 就一路拉上去了 最后收盘涨614点 这上礼拜二的 那一样是开高 人家上礼拜二是开高362 收盘在614 一开高就不下来了 那今天一样是开高352点 为什么今天收盘反而几乎回到平盘 对 为什么 对 完全截然不同 一样是开300多点 人家拜日 议会上班去收 600几点 今天反而开高之后 一路台才变成平盘去 剩45点而已 今天光是台积电 涨了20块钱 占加权指数就160点 光是台积电就160点 鸿海今天涨1块钱系列 富邦金今天也占大盘 占了8点 对 台拔店也占了6点 国泰金 中信金 这些大型全资股 国泰金占5点 中信金占2点 光是这些股票加总起来 大盘就已经180点了 那可见得今天 中小型股卖压有多沉重 所以一开始我就讲 吓死人了 投资人被吓翻掉了 吓到今天好不容易开那么高 就卖压狂泄出来 那为什么会吓到 为什么 因为看到上礼拜五 跌700多点 重要是 外资卖了846亿 你看礼拜跌612点 对不对 然后礼拜五跌700多点 600多点跟700多点 为什么礼拜二能够大涨回去 今天却没办法 关键在于 投资人看到外资 上礼拜五 一天 卖了846亿 7月份到上礼拜五 外资卖了3187亿 投资人看到外资那样砍股票 怕到 下到之后 今天管他好股坏股 全部都一路被砍 所以今天台积电 鸿海 包含台达电 金融股的部分 国泰金 富邦金 中信金 开发金 新光金 金融股都在撑盘 可是挡不住 投资人的卖压 投资人下班了 加上外资 台子级进空单 还有37000多口 所以大家担心外资 继续杀股票 所以今天投资人 自断手脚 断膝断手 自己砍自己 有必要那么恐慌吗 你如果要怕 早就该怕了嘛 对不对 林的院早在一个月前就跟大家讲过了 这一波会涨60天 每天讲每天讲 而且每天提醒你 涨高的赶快卖 涨高的不要留 千万不要去追那些涨高的股票 第一波的股票 没关系 就大多数人都把他当耳边崩啊 但我知道 听我节目久的人 相信林的院的功力 可是有更多没有在听我节目的 当时指数在24000点的时候 大家笑到这样 不见高点 越来越乐观 疯狂买 那现在跌下来2000点了 反而 大家一路在砍低 就是这样 投资人永远不变的 追高杀低 高的时候过度乐观 那跌深之后反而 自己吓自己 莫名的恐惧 你如果经常就是这样 追高杀低的话 真正说 再多钱你都不够赔 林的院跟大家讲过嘛 短线上已经超跌了 这个担心会跌起来 你应该是掌握 底部的买点 当然不是欧买买啦 你要找什么 我跟大家讲过嘛 刚起跌的 没有人敢去拉台 你不要去买那 那去买买 可是如果已经跌了 四个月半年 尤其半年报又特别好的 你应该趁机 捡便宜才对 你应该趁机捡便宜才对 那种股票 你还会贷购 我就跟你说 过个两三天以后 你就后悔了 两三天 刚举完那六十有会啊 不信我们等着看 不然来找林的院嘛 一天一个便宗 我们到底来做嘛 上个礼拜五 美股大涨 所以上礼拜五 就跟大家讲过啦 上礼拜是美股是不是大跌 对不对 尤其在礼拜三的时候 费成半导体一天跌到7% 我上礼拜五这边就说了嘛 费成半导体 反转讯号已经揣了 美股 礼拜五应该会收红 你刚刚讲完之后 又被我说中了 对 道琼涨654点 因为礼拜五美国发布 六月的PCE 个人消费支出指数 所以美国他们很在意这个 PCE指数 这个在反应通膨 是更清楚的 那六月美国的PCE 年增2.5% 年增2.5% 这个意思 最近五个月来的最低 所以市场乐观 九月应该会如期的降息 所以美股在礼拜五 全面大涨 道琼涨654点 主要来自于 银行股 生计股 跟3M的贡献 你知道3M 礼拜五一天大涨22% 3M是道琼的成分股 他在礼拜五的时候 发布财报 第一季的财报 1.9元 成长40% 那股价已经跌了三四年了 股价跌了三四年 在底部去发布力多 一天起22% 是不是再度证明 你那天跟大家讲的 你要去找那种跌升 反而业绩有好成绩的 他就从底部开始翻扬 走一个新多头 是 那中午美股的费成报告体 也大涨1.96% 费成报告体大涨1.96% 那无庸置疑的 就是AI嘛 对不对 所以礼拜五的AI 你看AMD涨1.2% 美差卫涨2.3% 高通涨2.6% 博通涨1.5% 灰达涨0.69% 美光涨1.82% 爱斯莫尔涨了2.99% 那美国礼拜五表现不错啊 我们今天反而 自己吓自己 那么多股票大跌 AI也是重灾区 你看创意一开盘就跌停了 世新KY 大跌7% 资源大跌8% 这是细致财的部分 这对管店都要勾票 当然你要闪开嘛 对 你知道今天亚洲股市是大涨的啊 美股大涨之后 今天亚洲股市也大涨 日本大涨了974点 盘中一度涨了1000多点 南韩大涨1.3% 澳洲也涨0.8% 香港大涨300多点 全球股市在大涨 结果台北股市开高300多点之后 一路跌成这个样子 指数还涨45点 可是个股却跌翻掉了 个股却跌翻掉了 今天上市的部分 280加涨641加跌 上跪的部分 跌得也很重 上跪的部分 132加涨607加跌 所以今天是八成的股票都跌啊 有时候多看看国际之间的互动 不要把自己闷着头在看行情 只是一直关心国内的情况 国内情况有时候容易超涨超跌 可是早晚一定会跟国际同步 早晚一定会跟国际同步 最近这几天市场上有蛮多 利空的言论 利空的分析 有人预告会跌到年限 有人预告会跌到半年限 那那些涨 涨会大跌的 其实在高涨的时候 都在讲大好 两万是讲大好 跌到两万二以下 反而涨的比任何人都还空 你知道今天 美国有一个空头大师 有一个空头大师 他经常在社群媒体上面 然后发布一些看空的言论 而且都讲得很夸张 你知道他今天怎么样 你知道吗 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重判了370年 370年 这么多 370年不知道关几辈 他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他经常在社群媒体 在公开场合 散布一些不实的空头言论 那那些事情 后来都没有发生 那反而他一些空头言论 还不断在散布 对 那造成很多人 受到影响 那其实美国 走了好几年多头 对不对 他是长期性的一直看空的 这是美国的大空头 今天被宣判 判了370年 所以有时候 你要自己有定见 你要随着市场起伏 人怎么说 你怎么相信 两万事叫你说继续大买 当时林学院跟大家讲 60天哦 要注意哦 到60天会修正哦 管的要紧照 只有林学院讲的话 是最中肯的嘛 对不对 那最准的嘛 那跌了2000多点了 林学院告诉 林学院怎么说 我是叫你们 赶快减便宜 对 回记录是才有超额利润 你在两万事上面 把涨高的股票卖掉 不是很漂亮 那现在两万二了 你就要找机会低阶嘛 对不对 回记录是才有超额利润嘛 而不是追高杀定 那买买台嘛 你这样买买台 真的说过多钱就不高输 当然买要买丢 那不是乱买 你看到上礼拜一 大跌600点那天 我们就开始在买股票啦 对不对 我们在买三个股票 第一档就是买长龙行嘛 对长龙行 对长龙行 我们上礼拜一 蹭跌的时候 32块7买进 那大盘礼拜四大跌 上礼拜五 礼拜五大跌700多点 今天八成的股票都跌 礼拜五长龙行涨 今天长龙行还是涨啊 今天长龙行 一度来到34块6 是 后盘在34.15 我们32块七五 对 我们327买的 今天34.15 一张也是赚一块四嘛 一张一块四 一张一千四 十张就一万四啦 对不对 买个十张也不过 才32万多而已嘛 那为什么买长龙行 六月营收都创历史新高了 七月八月 如果没问题的话 应该也是继续创历史新高 去年赚了四块钱 获利创历史新高 今年会再成长 等于你才八倍而已啊 最终股票有买 都是好机会啊 对不对 你看新光金上礼拜一 我们买10.4的 秤跌的时候买10.4的 但我们8块2 8块3就开始买了 之前涨到12块多 已经贪了50%了啊 有买的金Q啊 你看我们上礼拜买10.4的 今天新光金 早盘高点10.95 早盘10.65 今天收跌0.05 0.05是多少 一条而已啊 那是不是很稳呢 是 所以你跟我买这些 最安全的股票 你不用去担心指数的问题啊 现阶段财报在发布期间 个股才是重头戏 新光金每股净值16块半 现在在10.6 差6块钱 净值的来位 今年每股获利 光是上半年就1.31 全年至少2块钱起跳 那赚2块钱 北比才5倍而已啊 所以你要找这种股票 贪有落在时 金路Q 新光金如果真的涨到 16.5 不要说8块2 8块3买的 你就算现在10.6买 就有将近50%的利润啊 对 嗯 但是还有还要50%的利润啊 我们上礼拜一买 台光电 买420的 我们在5月已经买一边了 对不记得 对 3.6买 550跌到350 我们3.6买 涨上来500块钱 没一边 那现在买 西亚里又Q都回来 礼拜一买420 礼拜二涨到440 那礼拜五蹲下来 重新回来平盘 今天台光电 一度涨到425 台光电今年 6个月 有5个月营收创历史新高 去年一股赚16块钱 今年第一季的 EPS 就比去年第一季 成长了三倍 7.56 第二季 连续三个月营收的历史新高 所以光是半年爆出来 一股可能 就会高达将近12块钱 那目前法人估计 今年每股获利 应该在26到28 从去年的16块钱 直接跳到今年的2628 所以法人的目标价 几乎都是在605以上 现在要400几户而已 还在400出头啊 你是不是趁下来之后 就要赶快下去买 是 所以你往这方面去找 找不到来找零和宴 今天技嘉跌 很可惜 我们技嘉上礼拜 称跌的时候 270买了 今天一度开盘278 最后当然掉下来256 跌就跌嘛 行情有涨就有跌 有跌才会再涨 底部的股票 你要趁低的时候 赶快下去买 哪些股票可以注意的 等一下第二段 再跟大家多讲解一些 如果时间够的话 目前就是 微记录是最好的时候 一天一面东 不要买台 让零零带着你捡便宜 跟上你的脚步 好的 谢谢老师 买点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危机入市才是你最大的机会 认同老师的操作 想要赚取30%到50%的大获利 复制新光金 长荣行 还有台光电的成功模式 赶快把握机会 跟着何彦老师 一起来上车布局 进一部内容 可以留意我们稍后的 工商服务资讯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 听众朋友 何彦老师坚持直买 底部机油 起掌骨 一定会待进待出 让你有买有卖 获利放口袋 想要领先卡位在底部 赚取30%到50%的大获利 复制台光电 新光金 长荣行 还有开发经营润泰拳的成功模式 欢迎你利用我们单股重要的计划 跟着何彦老师 一起来上车布局 半年报 营收 创新高 股价还在底部的机油股 来电报名的电话是02 239 23988 02 行情是不等人的 赶快把握机会 来跟上02 239 239 098802 239 239 23988 持续回到节目当中 邀请陪伴大家的是 华信投股的林何彦老师 新阶段选股才是重点 趋势做对做错 真的会差很多 接下来还有哪些低档的机油股 可以加以留意 请教一下何彦老师 好的 今天好可惜啊 嗯 开关三百几点 结果竟然 砍到剩下 小涨45点 是 至少还会涨45点啊 可是各股竟然跌翻掉了 嗯 26加跌停 169加跌5%以上 447加跌3%以上 人家亚洲股市 日本涨了快1000点 南韩涨了1.3% 香港涨了300多点 我们反而独自憔悴 投资人信心完全崩溃 是 赶快打起精神 不要再去欧白台啊 航行已经超跌 要不要走你就走不了了 林何彦是全市场第一个 跟大家预告 涨到60天会修正的 我在那一顾约就开始讲了 那现在都跌了2000多点了 你再去杀低就不对了 应该是要逢低减便宜才对 你看我买长荣航今天也涨啊 清光金也涨 今天开发金也涨 润泰泉今天也涨 润泰泉今天除息 直接开出高盘 润泰泉今天收盘也是涨 我们家沟平都说一段时间啊 对不对 润泰泉我们60块钱买的 涨到83块钱 今天除息两块半 如果把两块半加回去的话 那今天也是81块钱啊 大半落2000点也没影响啊 所以你要找这种安全 财报有大力多 有机会补涨大涨的股票 你找不到来找林何彦 我带你做 我带你买 今天技嘉比较可惜 跌比较多 跌就跌嘛 有跌你差不多就会减便宜嘛 对不对 技嘉这是从395 今天跌到256 要拌百四块钱啊 百四块钱就多了 百四块钱就已经拌四十几%了 技嘉今年第一季的业绩 成长96% 第二季的业绩 持续创历史新高 成长140几% 加上比特币也大涨 从五万多标到 目前比特币 已经六万八了 今天有个消息 今天辉达宣布 要减少显卡的供应 因为台积电产能不够啊 那除了要生产AI用的晶片 那比特币大涨显卡晶片 市场也很热啊 可是没办法 产能就是那么多而已 所以辉达今天宣布 要减少显卡的供应 那如果减少显卡供应会怎么样 显卡价格就会飙翻啊 显卡价格飙 对技嘉难道不是大利多吗 是的 那这么多的大利多 在后面 股价从395 跌到现在255 那你还不减 你还在这里杀股票 是 搞错了嘛 对 所以行情你要看未来 不是看眼前 财报持续发布 赶快找 后面有大利多 目前股价在 四到六个月底部的股票 趁机赶快买 你如果怕买不对 还是不怕买 来找你的宴 扛一个便当 我带你危机入室 现在就是最好时候 跟上你的脚步 好的 谢谢老师的重点观察 以及分析 先期都要反败为深的关键 一定要集中资金 跟对老师 买对股票 认同老师的操作 赶快把握机会 跟着何言老师 一起来上车布局 半年报创新高 股价还在底部的基优股 基部内容可以留意 我们稍后的工商服务资讯 时间的关系 节目就进行到这里 感谢华信投顾的 林和彦老师 好 祝大家操作顺利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好的 听众朋友 危机入室 才会有超额的利润 股票不用多 会长的股票 只要有一到两档就够了 认同老师的操作 想要复制新光金 开发金 润态拳 还有台光电 长荣行的成功模式 赶快把握机会 利用我们全新的特别优位活动 单股重压的计划 跟着横眼老师 一起来上车布局 半年报 营收创新高 股价还在底部的基优股 你就有机会 反败为胜 来电报名的电话是 02-239-23988 02-239-23988 手上的股票不对 一定要换股来操作哦 赶快把握机会 来跟上 02-239-23988 02-239-23988 本公司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